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世界北亞州區外圍賽分組賽第二階段 展開兩場比賽,當中C組的沙特阿拉伯會主場應戰日本 由於雙方排名都是這個組別的前列 所以今場比賽可以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榜首大戰 但日本目前狀態十足,所以今仗就算作客 應該都有力擴大積分榜上領先優勢 另外這場賽事,我們M Plus會提供現場直球 上輪分組賽沙特阿拉伯表現頑強 球隊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況下 最終2比1逆轉中國 成功保住目前分組賽階段的不敗今生 不過今場比賽沙特阿拉伯會面對難題 對手是強大的日本 雙方最近一次交手,沙特阿拉伯是輸的 球也入不到,實力有差距 另外沙特阿拉伯分組賽第二階段 至今合共失兩球,防守算是可以 但對中的中場線略為有些粗糙 中場穆罕默德卡恩奴 上輪面對中國的比賽階段 他就掩紅離場 今場因為停賽,所以未能夠在今期的陣容裡 而今場對手日本,無論個人技術 還是整體踢法都是亞洲頂尖的水準 沙特阿拉伯真的不容易招架 如果沙特中場亞馬爾已經未能頂住壓力 中場失手只是時間的問題 另一邊,分組賽第二階段的賽事對於日本來說 可以說是小賽一碟 主要原因是他們競爭力高居亞洲前列 只要保持正常的發揮 要殺到入去世界杯決賽州都是輕而易舉 球隊主要針對的目標早已是歐洲各路的豪強 目前兩輪分組賽日本都贏了 一共入12球 後防線更是一球未失 同時,今個階段的賽事攻防裡都做得很好 中場晚將守田英正上輪分組賽發揮出色 他不單做好中場屏障 還經常可口想請對方的防守 個人全球成功率達到85% 關鍵全球,創造機會也各有一次 最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得到回報 個人回開而到 同時成為球隊大勝對手的最大功臣之一 掰掰